好,我們現在要看到好領袖的特質 好領袖有什麼特質呢? 之前我們講到威服事那方面 我們一起讀一下 有美好而激勵人生的異象 含激勵人去跟從他們的異象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一個好的領袖就是我們從神領受到神給我們的異象 你的異象不用說是很神奇的異象 譬如你的異象就是我願意祝福周圍我們接觸到的人 即是你的群體 譬如說我們這個小組或者一個教會 我們的異象就是祝福周圍的人 我們看到誰就祝福誰 這個異象已經好過了 不用說是很奇特的異象 或者是有多偉大的異象 神啊,我們就願意成為一群伏事者 那些人來到的時候,你告訴他們 我們的異象就是祝福周圍的人 去興起他們,祝福他們 那你就會看到你的異象 就更加容易跟從你了 譬如在我侍奉,我的異象是什麼呢? 我的異象就是第一 祝福周圍的人,服侍周圍的人 然後就訓練人,興起他們去服侍主 首先就是有一群人去服侍他們 我自己去服侍 然後呢,去服侍他們之下 就訓練他們,興起他們服侍人 就帶動在香港和不同地方的復興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異象 那其實我現在又去不同的國家 神又給我機會去訓練他們 去興起他們,神又使用 那神是真是每一個人 可以給你不同的異象 但是你所領受的 譬如你說,我的心就是很關心人 那這個你就關心了,你就由這個開始 關心之後,你怎樣幫他的靈命呢? 你就由這個開始了 譬如你的異象 你是煮東西吃,你特別有恩賜的 那你的煮東西吃,你怎樣能夠被神使用呢? 你煮東西吃可以成為訓練人去煮東西吃 或者準備一些餐食的機會去邀請朋友來的 這些都是我們用得著的 一些的,就是你的異象 那總之你的心裡面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質的 這個特質都是神創造的 有些人呢,他們特別是對於行政有關心的 那他們在行政上可以服侍了 有些人在關心人的 有些人在祈禱的 有些人在訓練人的 那無論是什麼,你就尋找神給你的異象 你能夠帶領一群人都向著一個異象 那當然一群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共同的異象 不單止是你個人的異象 好,第二,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二點 我會出太異象 有我的廣仰 一群人,學到對 是真心跟從神 我真心向著異象 向前進 這個一群我們讀的時候 每一點大家都留意 因為一會兒你們分組就會討論 分享的 譬如在這方面 你可以找一些你特別深刻印象的 你就一會兒分享在這方面 你覺得一個領袖的特質 或者你本身在這方面的特質 好了,第二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這個人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在裡面 這個很重要 因為神的生命 超越人的生命 人多好的特質 其實都是由神發出 但如果他不是從神相連 那個作用就小很多 你想像就像這樣 想像人 就好像一個小小的機器仔 你想像一下 這個機器仔有一個電池仔 不過這個機器 又可以駁去拆電的 當他用它的電池仔的時候 他就動得少少而已 但是他一駁去那個電流 他就很強力的 我們人就可以這樣 因為神的確把一些能力放在我們人的裡面 即是人自然都有一些能力 不過這個能力是很有限 還有他未必有神的生命的特質 但是當你一駁去神那裡 那個能力加強 還有那個神的生命的特質就出來了 更加謙卑 更加願意服侍人 更加關心人 更加忘我 更加放下自己 這個就是神的特質在裡面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雖然你本身 我們個個個都有這些特質 都有這些長處 但有些人就滿意於 我都能做到事情 我都能做到這些事情 但問題就是沒有跟神相連 譬如你就算煮飯吃 一邊煮飯的時候 感謝神 你一邊煮飯 愈煮愈開心 這個我們學習 隨時隨地一邊煮飯 愈開心 神都比你聰明智慧 煮得更好 但是你把食物拿出來的時候 請人吃的時候 都很開心的表情 那些人看到你吃的東西 跟你一起吃都覺得開心的 這個就是有神的生命在一起了 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是 為人祈禱都是 為人祈禱讓人覺得很被愛 很被關心 而不是被批判 我都見過有些服侍的群體 他有時候 他很去癒人的罪 他找出人的罪沒有問題 不過他太強烈 令到那些人覺得很大壓力的感覺 其實耶穌也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耶穌是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罪 他知道我們的罪之後 是去鼓勵我們神 而不是去癒人的罪 而不是去癒人的罪 去令人覺得不舒服 給人知道罪是對的 不過問題的方法和生命 一有神的生命 就是一種憐憫 一種愛和關心 還有活出他的異象 他有這個異象是生活出來的 又不是只有一個口說的 有好的講養 就是他日常生活 人家看到他 在他輕鬆的時候 他就圓形不露 譬如有些人上台說到 很有愛心 好喜樂 好了 和他一起吃飯 唉呀 那些人真的不好 幫也幫不了 唉呀 真的很煩 就是這樣 他上台說 他就好喜樂 他就說 我和朋友和我家人 當然是說我恨我 他恨我 還沒有這麼輕散喜樂 當然人是有困難的 其中一件事 我們很重要 侍奉人員 或者任何基督徒都是 一定要學習 處理人的問題 有些人處理問題 就覺得很慘 很慘 這樣就很慘 我們一定要學習 人的不好的 我們不要放在心上 人有什麼能幫到他 我們就感謝神 就算他還沒改 不緊要 神喜悅婆 這個其實景象很簡單 人的不好 我沒有背著 不要記掛 我做到的 神喜悅的 而我是從神得力 所以人為什麼不好 我也不受影響 這個其實很簡單 三點很簡單 是不是很難呢 不難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就會很煩 所以這個是有生命 並且有好的方向 讓人也看到他真心 不是做給人看 是你日常生活 你無論什麼時候 他一醒就是這樣 一醒就起床就是這樣 真心是跟從神 和真心向著這個議障 向前進 這就是一個很領域 因為他從裡面到外面 都有這種特質 不只是做給人看 第三 一起讀 看重人的生命 有生天氣 周圍的人 看重人 過於看重事情 或成績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他不只是事工 我想問你 事工重要 還是生命重要 生命重要 他是看重人的生命 不是看重事工 我也聽過有些人跟我說 他說他參與了一些事工 不過在事工的祈禱會 就是怎樣 時時被人拆 他講到為這些事情 為何要為這些事情 祈禱 不需要為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有些事情 就會說出他的不好 我想說的完全是 有時有的群體 他不知不覺 他只是說 我們只是做這件事而已 說出來就會拆人 不知道就會拆人 所以我們留意我們自己的說話 是令人舒服還是不舒服 當他就算沒有做得夠好 不要緊的 那就引導他 用引導的方法 就不是指責他 而是引導他 我們可以怎樣 更加向這個異象去呢 怎樣能够處理這個問題 用探索的方法 探討的方法 用問題的方法 譬如你不開心 你用什麼方法 我看你有點不開心 你心裏面覺得怎樣 他就說 很不開心很煩 你看方向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引導他 有些人就傾向 立刻就教他 不要煩 祈禱就行了 但他那時候煩 他很難祈禱 你就說 你這樣不開心 會影響你 你有沒有覺得有壓力 他就說出來 然後你就說 可以有什麼方法處理 用問他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處理 他說可以這樣的方法 你覺得幫不幫到 幫到 不過有時候幫不到 幫不到的時候 可以怎樣 這個 這個是引導方法 這個方法 就可以用來 輔導或者幫助人 這個方法 為什麼好呢 讓他想一下 他想到 他去做 是比你告訴他 好 因為人是這樣的 你想改他的方向 你改不了他的 譬如有個人 他們兩個夫妻吵架 你回去祈禱 祝福對方 他不肯 你去引導他 讓他看到 你覺得 你的婚姻給你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你的婚姻可不可以改善 怎麼可以改善 他說我不行 不行 那這樣的感覺 可以怎樣去勝過 就是逐樣逐樣和他拆開 那這些我們第二天有機會去說 但他主要的意思就是 我看錯他的生命 於是我不是只叫他做什麼 我是看錯他當時的感受 引導他去面對他的情況 也不是去指 不是去執責他 去讓他去一步步引導他的思想 然後有心興起周圍的人 看重人 故意看重事情或者成就 OK 好 就是說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成就也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我們做人的身上重要 當然你在做人身上就會有成就 那如果你做的 當然沒有成就 那你也看到 但是始終都是去回 每個人 我們都去祝福他的 第四個一起讀 能挑和人的心 興起人更強盡 以仗更戰盡 叫他們成為更貴大的人 那這也是一個領袖的質素 就是能夠 我們的榜樣 我們的說話 令到人的心被挑和 當人參加我們的聚會 一起祈禱 一起小組的時候 被挑和 這個質素 是從神而來的 這個質素 是需要操練 那我稍微示範一下 譬如就算是祈禱 很多時候人們祈禱 譬如求復興 可以用求復興 那 求復興 其實可以用一方 用神的角度 其實什麼都是 用神的角度 我現在示範一下 大家可以黑問一下 站起來 我就示範一下 不只是去求 而是說出神的美好 神的本性 神的質素 的美好 讓我們能夠 看到神的美好 就會渴望 就會有信心 在這一陣子 我們就會 帶領大家 如何被神去復興的心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看重我們的生命 你看重你的子民 能夠被你更生復興 神啊 你裡面有復興的源頭 你裡面 是有無限的力量 無限的因縁 你一定幫助我們 能夠復興的 主要我們來到你面前 給你更生改變 我們就一步一步被復興 我們今天就可以被你更生改變 我們今天來到你面前 主啊 我們是軟弱 你是剛强的 我們是如絕 但是你是聰明智慧的 你有你的方法 神你可以軟化我們的心 將我們的埋怨 淡子 放下 我們愛世界放下 耶穌裡面有無限的因典 我們就信靠你 主啊 你在你裡面 凡事都能 你可以更生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貴 這裡每一個人都是寶貴 你體重的 每一個人都很想體重 很想興起 復興我們的生命 主啊 我們今天就來到你面前 我們說 神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復興 我願意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性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被你更生而改變 我們整個生命就開始復興了 主啊 我願意放下自己 我們今天就可以復興 因為神你今天就很想復興 我們不是等第二天 是今天就可以的 今天我們的心就可以被挑望 今天就可以被安慰 今天就可以有力量 今天就可以輕散 阿里奈耶 我們放下所有的煩惱 不用擔住的 我們就可以輕散 被你今生改變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阿里奈耶 祈祷奉耶聪明 阿姆 你看看我講很多神 你都看我們嗎 當你這樣 祈禱的時候 那個感受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容易被激勵 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神美好 因為神真的很好 神什麼都好 就會容易被激勵 可以坐下 就會容易被激勵 就是說原來我們的生命 經常被人看到神的美視 經常看到神的美好 為神定義祝福我們 人就會被神吸引 我們的職責就是這樣 將人帶到神那裡 這樣的時候 就能夠激勵人的心 這個是需要時間學習 但是你試一下 跟下這種討告方式 你也可以上網找YouTube 找葉牧師 就這樣葉牧師就可以了 不用打探全名 你又找葉牧師 你就這樣上網找葉牧師 也找到了 然後你就聽一下 聽一下 你慢慢的人 都會多些看到神的恩典 你就成為你的一部分 祈禱就會很不同 但是有些人去求福興之下 神下福興我們 神下賜我們火熱的心 神下我們需要改變 只是我們 我們 就很少說神的本性 多些說神的本性 神對我們關心 神的恩典 神的幫助 就是由神的角度去看 好了 接著 第五題一起讀 能令人心願成福地跟從他的領導 或享受他的合作 就是說 讓人和我們一起都歡喜 這個心願成福 就是說我們整體的心靈 都是祝福人 是沒有虛假 是真的看重人 是關心人 我們和合作的時候 都問候他們 你覺得怎麼樣 有什麼我幫得你 這樣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令人心願成福 而很多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很難心願成福 就是因為 他有些問題 跟那個領袖說 那個領袖是不會理的 或者是不會處理的 不會幫助的 我是這樣的了 沒有得改的 在這裡 你在這裡你就要這樣 那時候就變了 他覺得好像被強勢壓住 就沒有去聆聽他的需要 就不是牧養而是核制 那時候人就不會心願成福 就好像經常都想走 所以我們就令人覺得 我們真的真心關心他 也都是沒有偏心的 雖然我們會建立那些 願意服侍的人這麼多 但是對其他人一樣是關心的 當然我們付出的時間 我都會說 我們是付出那些願意投入的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 興起人服侍主 但是我們都告訴他們 我們關心你的 我們都很願意幫助你的 但是用時間去訓練 我們就訓練那些願意被服侍的 就是說整個生命的人 看到我們的生命 都是心願成福的 去和我們一起去服侍主 而我們就為了建立自己 其實任何質素都可以難阻人 和我們開心的合作 譬如自私 經常都慣了自己的 自己也不肯出力 也叫人做 這些任何的事 都可以令到別人不歡喜 和我們合作 我們就檢討一下自己 最好是問一下自己的太太和丈夫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太太和丈夫看得最清楚的 外面的人看不到 我們整個生命 太太和丈夫看不到我們的生命 提到我們的仇 我們又不喜歡聽 但是你聽的時候 你肯改 我們就有前途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得最清楚 我們實際是怎樣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說 外人呢 就接受我們 多些是外人接受不了我們 但是呢 就是因為他看到一些真事 如果他有些地方不好 他猛疹 我們都一天對他好 那他就會心悦成福 如果你的太太和丈夫 都對你心悦成福 你就真是好的榜樣 那當然有些情況 的如請學 配偶是有些問題的 那時候我們都不因為他有問題 所以我就跟著他不好 我都發猛疹了 而聖經說 以善性惡 以善性惡 好 好 接著 第六 能發掘跟從者的長處 我訓練他們 我派人訓練他們 我訓練他們 我訓練他們 這就是我看從他的心 所以我會發掘他的長處 我不會只是用他 他可以這麼高的提升 我就給他提升 他可以講到 我就給他機會講到 我讓他一步步提升 發掘他 去幫他找 還有訓練他們 如果我們本身沒有時間 就找負責的人 去訓練他們 來興起他們 就是目的是 人家愈來愈厲害 我們愈開心 不是按住他 而是他愈好 我們愈開心 神也愈歡喜 第七 一齊 能組織的人互相配合 和侍奉神 就是說 侍奉一定要配合的 一定要組織的 但是組織 不只是用人的架構 是一定有愛心的 就是說 你帶領群體 是一個有愛心 來合作 因為一定有行政 不過行政就是有很複雜 不是很複雜的 還有有效的行政 有些行政很不效 為什麼要通過這件事 可能要幾個月 要經過幾個關卡 才能通過到 就沒有什麼效力 就變得很困難 這個 就是說 領袖其中一件事 都是一個 如何組織的人 很多時候 就需要 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 也都能夠分配工作 讓有些人幫你一齊 譬如你自己一個人 要打電話 那你就遲中了 那麼多 就分配一些責任 給一些人 交到給他 又欣賞他 你做得很好 多謝你做 也都可以提議 也都說明一個原則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提議 如果互相提議 你都可以告訴別人 你都可以給我提議 我也是這樣 我和我周圍的人都說 你有什麼提議給我 你可以告訴我 當他告訴我 我又不會發蠻枕 我只是問他 你想我怎樣改善 他講的話 我就會分辨 分辨這件事 是他個人的看法 因為這個是合闊神的 如果合闊神的 我都會跟從的 第八個就是 下方權力 讓跟從者有機會發揮 下方權力 即是說 你下放了給他 你做一個傳單 你要做一個傳單 傳單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有人那種方向 有人這樣 你下放了 你都是信任他 你認識他 他做了你就不要每次都改善 不過你可以給一些提議 這裡可以這樣改善 這樣就OK 但你不要從頭到尾 跟他整理 你就是不下放了 即是說 我們給他 當你分辨到這個人 他在某方面 都是有他的財官 神給他的 我們就下放了權力 給他 亦都給了一些責任 給他 第九 能建立與人的關係 能處理人的問題 不讓人際關係 破為是否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跟人的關係好 無論是 有時候 不是聊那麼多 聊一句 別人都覺得你友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有時候 我都試過去領不同聚會 有時候接觸的人 都是一次過而已 有些人跟我說 我講的例子 完全只是鼓勵 激勵大家 和榮耀神 不是說我怎麼好 而是鼓勵大家 有這種心態 有些人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 在什麼時候見過他 他就告訴我 我曾經有一次機會 跟他聊過 或者說他祈禱 他說他很感受 那種牧者的心 就是我關心他 是完全三不識七 但他都記得 深刻的印象 這也是我們能夠 讓人有這種感受 但就不是一種 好像在上 也有另一種 就是我很厲害 我什麼都是權威性的 或者是一種 很關心人的 牧者 關心他 輔助他的心態 而不是好像 高高在上那種的心態 第一 就是我們同人的關係 而能夠處理人的問題 但在侍奉 一定有人的問題 因為人 你看清楚 每個人都有弱點 我們的職責 就不是逐個逐個去數 如果逐個數 全教會都找到 每天 每次回到教會 你就問 你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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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改善 你的教會很快 那些是過了頂不住 我們不是每一個問題要處理 是有些需要處理才處理 而我們多點是欣賞人 鼓勵人 但有時候 人的確有些問題 有時候有些人有標無 其實誰沒有標無 人人都有 不過你的問題是怎麼處理 那你是否處理到他零標無 很難處理到零標無 沒有人是零標無 但是我們總要能夠學習 馬太福音十八章 首先是單獨跟他說 如果不是找幾個人跟他說 如果有些再嚴重的 是需要教會處理 這是最後的 可能單獨處理 都可能一段時間 但是總是會聽別人的感受 去回應 去引導 去引導 如何解決 這是一個大問題 暫時我們就不詳細去講 但是呢 這個是有很多人避 避避是一個錯誤的方法 什麼錯誤方法呢 說閒話 這個真是壞 找了他進來 永無寧日 那你那個人生氣 那又不行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是把那些問題減輕 而我們發覺 如果群體有些人 是把那些問題加強 那些呢 我們就要引導他 因為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又說話 他又說你什麼不好 他又說你什麼 問題很嚴重 他把那些問題誇張了 的時候 又由小事變大事 這也是我們需要處理 而處理完之後 又沒有不良的感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本身 都不是對那個人 有一種負面的看法 就是你再一次見到他 的時候 不會挖一下他 不喜歡他 又不理睬他 因為人很快看到的 如果你一見到那個人 避開他 他很快知道你在避開我 這個人呢 不單止會可能 就是他不開心 他可能造成你的群體分裂 因為他會把事情說給其他人聽 然後你的群體分裂 然後呢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閒話 全都傳出去的 好 接著第十點 接著我們就會分組了 一起讀一下 第十點 有溝通的能力 向持的動力 不而未來正面的作用 溝通能力 其實就是聆聽 很重要聆聽 而溝通的時候 能夠簡單 直接清楚 亦都有感情的 去傳遞 例如你留意我講的 是帶有感情的 輕鬆的 是能夠用人的 普通的說話 形容一些複雜的觀念 又能夠處理人的問題 是不是 向前的動力 有些人很快就說 沒有動力了 沒有心機了 不想做了 這樣 永遠向前 動力是神的 不而氣餒 和正面 我見過很多人很負面 哎 整天搞得搞不好 很難搞 哎呀 沒有力了 祈禱也沒有用 這些說話 有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說這些說話 我們其實 找問題總有 但是我們想 神幾次幫過我們 其實幫過很多 現在未得幫助 是否神幫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給神幫 是否我們的問題 我們用正面 在神幫那麼多次 他會繼續幫我們 用正面 也有責任感 每一天我們都 有責任感 就是我們都很想幫到這些問題 是能夠處理到的 我不想那個群體裡面 脫脫離離 鬆鬆散散 沒有關心的 沒有向著神的目標去的 大家看完這些質素 其實都很重要 這個是最後這幾點的質素 我就希望大家分組的時候 每一個人 你就形容一種 你認為最深刻的質素 還有你欣賞某些人 有這個質素 就不要說某些人沒有 這一點我就不想你去說 某個人不想說 這些負面的說話 或者你自己 向著這個方向去 有哪方面有進展 還有其他人可以分享 在這方面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讓大家去更加思想這些質素 我怎樣可以培養 其中一樣 我怎樣可以培養這些更好的質素 目的是我怎樣可以培養到這些好的質素 或者你想說 這十樣 我最難搞 我怎樣培養 那你拿出來討論 大家一起討論 好不好